所以講到自然 其實辛宏在裡面真的是演得非常的 就是不著痕跡 就是真的非常的融入到當地 因為你本身也是緬甸人 就是辛宏有沒有可以 就是幫我們說一下 做演員 就是對你來說 你是怎麼樣融入到這些角色的呢 那其實在拍片現場 我自己就是做自片的東西 那要演戲的時候 可能就是自己深呼一口氣 兩三秒進去演戲了 演完自己沒自己的戲了 出來就是看他們劇組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這樣子 對就像一個自片一樣 他們需要什麼我去補足他 那你需要個演員好 你需要什麼角色我就演員 我就把這個缺口補平 那他也知道怎麼用我吧 可能就是說 那在導演的過程中 他也就覺得很順 我自己演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很大的一個演戲上的障礙 就是真的就是天生就是很適合演戲 就他們需要什麼補足他們的缺 就馬上補足他們的需求這樣子 兩位做演員一定就是還有 就是覺得自己演技 或者是做演員還可以在精進 還可以再挑戰的地方 應該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就是我覺得隨緣 看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劇本 或什麼樣的角色 但是其實我覺得演完趙導演的電影之後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包含我自己探索的這個表演的一些路程 我後來發現其實真正的我喜歡的 或者是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觸動人心的電影 或者是表演 其實真的就是某些時候就是 其實就是讓你自己很誠懇的 去理解那個角色 很誠懇的跟你當下所接觸的那些 比如說土地人事物 你去理解 並且你有同理心 然後你再加上你自己的過去的一些 曾經類似的背景 然後把兩個融合在一起 然後在當下就是一個很真誠 很誠懇的一個呈現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他卻必須要花很多的努力跟力氣 你才可以真實的呈現 所以這個東西它其實是一個人生 一個很長的一個領悟的過程 所以他就是會一直陪著我 可能到我30 40 50繼續下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我會領悟到什麼階段 領悟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挑戰一直都會有 我覺得對我來講我覺得是這 就是這樣子 像演趙導演這幾部戲來 他的角色裡面 你進去演了以後 是對你的這個心裡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會有一些感受的 比如說現在我看到摩托車夫 可能他來叫我 我就不會像以前一樣那樣對待他 這樣對待他 可能就會另外一種心境去看待這件事情 自己也沒給自己什麼限制 我也想演像那個交付裡面的 Michael Corleone 或者是 或者是麥德馨之橋的 那個Clean-as-wood那種 韓情默默的聲音 你也可以 他是在暗示我 或者像梁朝偉 他在暗示Clean-as-wood 或者像今年臺北電影劇 那種高中生 我也可以去演 但是說就看你受得 受不受得了 就看觀眾受不受得了 看觀眾受不受得了 然後他演高中生 人耐力要很好 剛剛可惜也有講到說就是 這個表演其實是根植在一個 真實的基礎上 其實趙導演你的作品 因為大家都會講說你是一個 寫實主義的美學 跟很多的大導演 像是我們的侯導 或者是賈章客導演 都是非常的相近 那導演就是最近 也是去了很多的國際影展 跟很多的國際影展 就是觀眾面對面 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我覺得在國外的觀眾 應該說包括影評人 包括媒體都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東西 但真實到這個角色 讓觀眾就是覺得 他跟他在一起 甚至有很多觀眾 他去過緬甸 然後他他在當場 講得快流淚說 我以前六零年代 我去緬甸背這吉他去瀏覽 謝謝你把我又帶到了那裡 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 然後有的觀眾 他就是就會覺得這樣的影片 對他來說 他不覺得他是一個電影 他覺得他是在跟他們一起生活 然後但是戲劇張力卻很強 那大多數的很多影評人 大家就覺得這個電影 他好像是亞洲 喉導或是早期的一些導演的一些風格 但是他的故事性也很強 就比如說早期導演的風格 喉導他們的風格 就是說他故事性不外顯 不明顯 那我們的這種像冰毒這樣的電影 那故事性很明顯 起伏其實很大的 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他比較不是這種若隱若現的劇情 我覺得這是影評人跟觀眾 比較兩方面的看法 那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整個故事 還是其中的一個根本 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電影跟故事 都是要跟觀眾溝通 然後大家透過這樣的電影 一定是可以找到他自己的情感 或他自己的鄉愁 或他自己從假地移動到椅地 為了生活 又回到椅地 假地去 跟自己的家人相處 某方面的遺憾 因為工作 都是在講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全世界的觀眾 會給你驚喜 那些驚喜是他的感情面去共鳴的 而不是你給他的 我覺得導演 我們只能做一半 跟你講的故事 那你自己對這個故事 有你的連結跟你的體會 那最後我還是想請三位 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冰毒跟海上皇宮 你特別希望 就是推薦的地方在哪裡 好不好 我覺得海上皇宮 就是一個記錄了整個臺灣 就是說雖然是一艘船 但透過這艘船 記錄了臺灣在經濟最起飛的時候 到最後經濟稍微就是沒落 到現在開始有外籍移工進來 變成臺灣的多元社會 對 然後裡面的整個背景後面是在講 關於家 關於離散 關於人的移動 裡面充滿了幻境 你可以去做你的解讀 他很像一個外國人影評人友說 這部片 是華語片裡面的鐵達尼號 鐵達尼號 愛情故事 那冰毒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以毒品為販賣 兩個異鄉人 兩個寂寞的人結合 在一起的愛情故事 也是愛情故事 對 所以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愛情故事 只是觀眾進來看 可能你只要放開心胸 進來體會不同的地方 這個電影可以帶你去 暢遊這兩個地方 有一艘船 然後帶你到就是高雄 然後這整艘船後面有很多意義 記錄了臺灣的經濟 人事物社會 然後冰毒把你帶到緬甸 讓你看就是緬甸的狀況 但是那些狀況 那些愛情是你心有所共鳴的 這是你的 在講你的連結 冰毒我覺得是一個 讓你感覺到生活味道的一部電影 然後它也會讓你看上癮的一部電影 然後海上文公司你看了後 你可能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感受的一個電影 我覺得是他們兩個 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比較推薦的話 當然是裡面有一場戲是 同樣的舞曲 但是我們兩個的表演的 這個角色是完全是相反的 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你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 應該 就大家應該要好好的 很仔細來看 當中是有很多不同不同的詮釋 今天非常感謝三位 幫我們分享新片 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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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